鲁能前主帅周末飞回上海引猜测,自称是参加德国明星队慈善活动,北京时间5月28日,山东鲁能泰山队前任主帅马加特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,将于这个周末飞回中国,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德国全明星队慈善锦标赛,他同时期待能再次体验这个国家的好客和球迷的热情,由于时间节点特殊, 所以马加特此时不远万里来中国,难免让人浮想连篇,认为他回中国还有别的任务,比如说与迫切需要换帅的球队,洽谈新的执教合作,在德转中国区管理员转发了马加特的这条信息后,立即有不少球迷跟帖,同样认为他此番上海之行不单纯,是参加慈善活动,他很可能是在上海与相关球队进行接触, 还有球迷将该信息转发给了马加特在鲁能执教时期的翻译赵鹏,马加特在鲁能执教了一个番赛季,他的敬业程度和严格态度,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,在这样的背景下,球迷猜测他重返中国执教,本身也是对他的期待和认可,或许,当他周末出现在上海时,会有球迷与他亲切互动, 当然了,他在鲁能时期的黄金搭档,翻译赵鹏应该无法在上海与之见面了,因为马加特离开后,赵鹏也翻开了人生崭新的一页,转身成了终一生巴马兹伯星期天队领队,本周末,赵鹏要和主教练侯志强一起,带队到包头进行终椅,第十轮,客场,对着内蒙古草上飞的比赛, 所以,他就无法陪老鹏,有了,那么,假设马加特在上海会和有球队接触,会是哪支球队呢?大家首先想到的,估计就是佩莱和里尼歇任后的河北华夏幸福,目前,该队尚未宣布新任主教练人选,而马加特的执教风格,也正是华夏幸福所需要的,所以,不排除双方会在上海进行一定接触,不过,话说回来, 也许大家都想多了,马加特来上海的目的,可能真就是参加一场慈善赛活动而已